OK 大家好 这里是清风教育好生语言 我是大树讲师小米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去讲解48个格和图计算的一个PageRank 那上一刻呢 咱们对这个PageRank里面的一个精彩的和动态的 做一个其中的一个圆满的解析 它里面就是通过咱们的值的 顶点的值 返回就是咱们的PageRank的值 然后再通过咱们的编的一些权重值 它就能得出一个什么样 粗度数 然后通过咱们那个PageRank就拿到一个算数模型 这样是OK的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拿一个小例子 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咱们做一定的了解 那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 好 我这里有一个什么样 有一个idea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包啊 应该是跟之前没有变化的 还是这个 好吧 包还是这个 还是1.6就可以 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什么样 对这个PageRank的事儿吧 咱们可以搞一个 搞一个案例 那首先呢 咱们先说一下 先有什么样 先有这两个文件 这个flowers 是吧 一个是users 两个文件 看一下文件是 一种什么样 几种啊 八组的数字 是吧 每一组是两个 有八组 然后user也是八个 写在这里面的一个什么样介绍 对吧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创建一个 随便创建一个包 咱们这块呢 写个名叫什么 叫PageRank Ranks 好 OK啊 那首先呢 咱们先介绍一下啊 嗯 我们这段代码啊 是 官方 提供的 这是官方提供的 嗯 然后呢 这种 公式行动 呃 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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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 测试 嗯 虽然 这段 代码 呃 例子 很简短 啊 嗯 嗯 但是 呃 这 这个 并不 异味 比如说 我们 不可以 是吧 不可以什么呀 这个 进行 这个测试 演示 是吧 也不影响效果 啊 也不影响效果 好吧 OK 啊 谁给 好 那咱们 写个卖文化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去编写 这里面的什么呀 代码模型 啊 代码模型 好了 咱们看一下 呃 我们呢 呃 要肯定要读取这两个文件 对吧 那首先呢 咱们先写一下 第一步干什么 第一步呢 嗯 第一步什么呀 从特定的 编列表 文件中 读取数据 生成 嗯 嗯 编的什么 列表 文件中 读取数据 生成什么呀 生成 图框架 好 那这里面呢 咱们什么呀 用 group group loader 第二 它里面有什么方法呢 看一下 有一个 读取吧 你看吧 卡路加P一样 里面是传承的 rc sparknex 对吧 那rc咱们没有是吧 封键一个 sbarkoff setappname local gip setmos 本定模式就行了啊 好 然后呢 把它给返回一下 cows mews sbarknex cows放进来 然后返回一下 ic ok 他这里需要一个什么样 需要一个ac是吧 省你来 看来之后呢 还需要什么呀 看下第二个算数 第二个算数要一个什么 pass的路径 对吧 好 这时候呢 就给那个pass的路径就可以了 后面可以不用传了啊 因为后面是有默认的 对吧 后面是有默认的啊 甚至什么混存啊 对吧 好 那就不用管了啊 好 这里呢 咱们传一个块的路径 咱们这个路径呢 就传这边啊 group grpAP 写线 对吧 然后在哪里啊 在这个 flow 对吧 什么呀 tst 搞定 好 现在可以了 然后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对象的这个值 他返回一个什么呀 应该是个图 对吧 一个图啊 好的 把这图 把这图 把这图之后呢 咱们开始干嘛呀 简直是啊 用上面的框架来 来 来 调用 PageRunk 啊 来调用什么呀 这个 PageRunk 什么呀 算法 这是什么呀 这是算法 咱们是动载的 动载的 好吧 咱们该不说了吗 一个精彩一个动载 对吧 然后在这里呢 咱们看一下 呃 用什么呀 用 Grow 什么呀 PageRunk 有没有啊 有吧 啊 看它里面 要的是什么 啊 要的是动态对吧 啊 tol 那咱们传一个0.0001 好 然后点 Visity 这个时候呢 咱们这块说一下 特别注意 静态 调用 的方法 名 是 不是啥啦 是Visity 静态的什么呀 PageRunk 然后这块什么 哎 这传一个什么呀 传一个印的值 啊 这是静态的 好吧 好 静态 这是动态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们什么呀 拿回一个值叫Runk 好 这个值呢 咱们就拿出来了 啊 然后呢 将上面 得到 Runk Runk 这是什么呀 它是顶点的属性啊 和用户进行关联 啊 好 那咱们什么呀 需要什么呀 首先 首先 也是读取一个包 和含了用户信息的什么文件 嗯 然后调用 然后调用 这个什么呀 Map函数 将文件 文件内的 数据啊 按照 多号 切分 并返回存储 并返回什么呀 并返回RDD行吧 好 OK 那咱们看一下 User User 然后呢 还用 sc.tagsfail行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咱们拿到 这个对吧 是要User.tit 可定啊 然后点Map 先处理一下 这个处理工程中 咱们写一个 嗯 每一行对吧 好 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咱们怎么做啊 首先是用Lens.Split 对吧 切分 切完之后呢 咱们什么呀 把它返回对吧 把一个Table 嗯 这个时候呢 咱们把这个 切完之后呢 这个数据啊 咱们这么写啊 这个叫 呃 Fail 然后这里呢 咱们通过相当局 可以了 0 对吧 2 然后什么呀 1 然后0呢 咱们点什么呀 它是印的类型 或者图辣类型 好吧 这是一个什么呀 整数类型啊 好 打回一下 这个时候呢 咱们拿到它 嗯 拿到它之后呢 我们就什么呀 就 嗯 然后 这里 具体 嗯 实现了 什么呀 那接下来呢 咱们先写啊 现在咱们先写啊 啊 然后直接拿什么呀 拿这个 users 点 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这个什么呀 这个runs 就可以了 然后呢 点 man 处理一下 然后 case 平行数一下 括号 id 括号 软 再括号 username 然后呢 rank 好了 然后呢 发挥一个什么 table user name 然后加一个rank 好 配备着 OK 搞定 搞定中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显出示 嗯 这句话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和用户啊 啊 rank 和用户依依关联 起来 啊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们可以拿到一个纸了 为了 嗯 rank by username 好吧 搞定 现在什么呀 将 啊 收集到 的数据打印 出来了 好 咱们先用rank by name 点什么呀 collect 收一下 再点什么呀 再点这个什么呀 make3 以什么呀 以-n 回这儿的方式 好 来 OK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结果稍等一下大家 这个比较慢一些 我这个给多分几个核数就好了哈 嗯 很慢啊 嗯 很慢啊 一算对吧 好出来了哈 OK 这个值是吧 这是咱们得了一个值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它的出度数吧 对吧 咱们刚刚不说了吗 擦了他的数 擦了他的数 是吧 这是咱们一个结果啊 这是咱们一个什么呀 这个动态得了一个结果 好吧 OK 这一刻呢 咱们见到这里啊 差不多了